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這個框框每出現一個 然後這個中間就要出現一個這個數字 這個怎麼來的呢 中間就要出現一個數字 那這裡呢 我要對這個中間要出現一個數字 好比說現在A是4 B是5 所以中間這邊就要出現9 因為加起來是9 好 那這樣子 我們這樣處理 我們呢 先按這個這個點 找去中心點 中心點這裡 按到中心點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對著這個多邊形按一下 你看這邊就真的可以找到一個中心點 好 這個中心點我要打上字 中心點我要打上字 怎麼打呢 好 那這邊有一個這個插入文字 有沒有找到 插入文字在這裡 好 那你在這裡對著這個中心點按一下 好 插入文字 插入文字呢 這個編輯啊 你稍微小心 好 這個下面選Lattes 它會產生數學的那個樣態的字型 會比較漂亮 好 至於這個編輯啊 好 我們就去找那個物件 好 剛剛物件不就是一個A跟一個B嗎 A 對不對 A加B 這樣子 好 這樣 A加B 物件A加B 好 A加B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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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樣子按 它這樣子剛好就是4加5 4加5 那當然你可以去 按確定 好 你看 這樣就有4加 好 你看 這樣我覺得不太好 好 我們按回覆一下 好 按回覆一下 我們乾脆做一個C好了 好不好 這邊 下面輸入一個C 好 等於這個A加B 好 按一下Enter 好 那這邊是不是有一個C 這個C就是A加B啦 所以我們繼續插入一個這個 文字 對這個中心點按一下 好 然後Lattes 按一下 好 這個物件這次就選C 好 這樣它就直接可以選9 好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好 感覺就怎麼樣 好像就比較厲害了 對不對 好 按 你看 好 那再來這個9如果數字太小 你對這個9按一下 右鍵屬性 我們這個一般 有沒有 這個一般的顏色 因為它顏色好像 這個紅這個黑行太近了 我選白 一般的顏色我選白 對這個文字 這個這個顏色 文字的顏色 好 這裡選到文字的顏色 好 這個可以選大一點 好 這樣 好 大一點 按粗 好 然後呢 顏色可以選白 好 這樣是不是稍微大一點 好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 把這個 按確定 關掉 好 然後這個移動 對這個文字 移到中間 那這個點 把它按一下 讓它不要顯示 好 我們繼續動畫 你看看 好 下一個 好 你看 這個就7 好 這個就8 3加5就8 好 對不對 好 是不是很厲害 那你如果嫌文字還太小了 好 對這個文字按右鍵屬性 好 我們這個 文字的地方 可以再顯示 再特大一點 好 這樣 粗 好 關掉 好 我們再一次看看 好 是不是就變大了 11 有沒有 這樣就很好了 就是 好 那格子出來 然後中間就顯示出它 兩個 骰子相加的答案了 好 那同學做做看 不會不如說 你試試看 不會不像 好 那個既然 好 消化 阿裏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